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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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那個課程我大致上把它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價值的理論基礎 其實這個價值的理論基礎就是什麼 事實上就是在財務裡面在學的所謂的限制 那我不想把它放限制在上面 而是說 這是我們大家很熟悉的 很熟悉的那個 用大家熟悉的價值這個東西 那剛剛各位已經了解到說 怪老子 那你們曉不曉得 古神是誰 巴菲特嘛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古神巴菲特 那他的最有名的投資方法是什麼 價值投資法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今天就是說 要把華倫巴菲特的那一套的價值投資法 我們今天我用理論來驗證 其實這一個 這個Session是最重要 這個Session就是我在 一般我在那個上課的時候 其實就是貨幣的時間價值裡面在講的這部分 我只是說我必須把它濃縮成大概一個小時 我把其他都拿掉 然後就只是單純的把限制的這個部分拿出來 那你們學完這個以後 你就可以用這個價值的方法 不只是去評估股票 你還可以去評估貸款 你還可以去評估債券 甚至於你還可以去評估說 如果你今天開了一家餐廳 你今天你開了一個服飾店 那如果說有人要加入新股 或者是說你要把這個餐廳賣掉的時候 它到底值多少錢 甚至於我們今天也會有個例子是什麼 就是停車場到底值多少錢 也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說 一套理論放眼四海皆準 這個就是在學校裡面 在教科書裡面在教的這些財務理論 那我只不過是把這些財務理論 然後我們實際上把它應用到投資這裡來了 大家或許會聽了就是說會擔心 天啊 學校的那一些投資理論 那不是有很多的公式嗎 這個就是怪老子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把那些公式 把那些很繁雜很繁雜的公式 只畫成是一個 叫做1加上2 除了這個之外 沒有別的 就只有1加上2 這就是我厲害的地方 這就是為什麼我的課 為什麼會堂堂爆滿的一個最主要的地方 那當你有了這些理論基礎以後 我們才開始來談就是說 把這理論我們如何把它用到股票上 那股票本身就是所謂的配息折現模型 為什麼 就是股票你會拿到 就是說股票你會拿到這些配息 就好像我們今天在投資一個餐廳 或者是投資一家福祉店 其實我們在意的是什麼 我錢投下去以後 我每一年底 我可不可以賺到多少錢 對不對 這是很實際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我明天 就是說明年我就能賺200萬的話 那當然很好 問題是如果20年或40年賺到就不值了 所以說貨幣的時間價值也就是 這200萬在明年的200萬跟20年的200萬是完全不同的 那不同的話我們只知道不同 不能夠只知道不同 你要知道說那到底有多大的不同 也就是說你有沒有一個數字 20年後的200萬現在值多少錢 也就是20年後的200萬 你現在願意用多少錢去換 所以這個就是20年後的200萬值多少 今天我們一直都要談這些 那很簡單就是說 如果說有一家公司 他說我今年配36塊 然後我在兩年後我會配到50塊一股 那這50塊你現在願意用多少錢去換 其實就是這個道理 那配息折現模型呢 最主要我們就是在談說 未來的配息 你怎麼用一個數學的方法 然後你去很精確的去評估出來說 它到底值多少 還是一樣 我一講到數學的方法 很多人心裡就想 天啊我數學不是很好那怎麼辦 不會不會不會 我們這裡的就只有 只有一個公式 那個公式叫什麼 1加上R 好不好 真的假如說 我們在這邊出現有 不是只有這1加上R這個公式的話 有沒有 你們大可到我怪老師理財的網站去替管 當然 絕對不可以 只有那個理論啊對不對 我們今天就會拿幾檔股票 然後 甚至於這些我會 在一段時間我會開放 各位問問題 各位有 有興趣的股票 我們也可以直接把它 拿來跑一跑 所以這是我們這一堂課 最主要要談的 主要就是這3個 那哪一個最重要呢 坦白說 我坦白說 第一個Session最重要 第一個Session你學懂了 你不只是會分析股票 你任何東西你就懂 等一下你學完以後你就知道